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全部都認了 應該就沒什麼好罵的 你也有在拍戲是嗎 對 我覺得他拍的戲蠻慘的 為什麼 被破流痠 然後死人慘 我覺得蠻慘的 沒有死好不好 那一次就是 那邊有個長沙發 然後賀大哥就坐在沙發那邊 帆哥就坐在 類似他們那種 一字以一個人的位置 可是我還發現 那個沙發可能太長了 我覺得賀大哥 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不知道目標 真的要下誰吧 對啊 已經有八顆 不知道找哪一顆先下誰 為什麼你們會被拍到 你帶其中一個人去按摩 兩個還披頭散把的事 披頭散把 你們可能怎麼樣 這是SPA的 SPA 大家都沒人去 只有你去 你不怕被他尬掉了 他是姊姊 真的嗎 他是男姊姊 聽說你摸 就可以摸出真假了 好 來 稍微打開一點 要不然我們看不見 冰火舞從天 冷暖看人間 今天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冰冰 又見面了 今天要為你介紹的這幾位 我說不上來 他們該怎麼樣稱呼他們 是巨星 巨星沒有錯 只是一般要在演藝圈 他們若不是主持人 要不然也得是歌星 或應該是演員 或者是名模 那今天這幾位 我不知道該怎麼介紹他們 乾脆先介紹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非常有名的我們影劇記者 許聖梅 哈囉 大家好 這是從A開始介紹對不對 這一本是A組 從A組再介紹B組 好 來 黃小郎先生 大家好 是我們的明經紀人 那今天要介紹誰呢 我想已經呼之欲出了 大家看看 BF乃挺進演藝圈的女F4 不靠才藝 只靠胸部一戰成名 成為台灣男性觀眾 最愛看的女子團體 爆紅速度之快 證明了數大便是美乃大80分 這個不變的定律 但是到底女人胸大是不是只有無腦 人美是不是就只能當花瓶 今天有請她們來跟大家說分明 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F4 大家好 我叫方軒瑜 身高170公分 體重56公斤 三圍是最新數據 34 H或是G 一邊H一邊G 沒有啦 我有時候穿H 有時候穿G 要看體重 34 然後27 36 然後是A型的牡羊座 我們可愛的 Diphany 其實我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我會裝猩猩喔 這是哪來的母猩猩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位是Emmy 我們第一次獻給冰冰姐 好 天啊 這隻比較鹹 這隻比較鹹 Stacy 妳這樣幹嘛 妳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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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流氓 Stacy 也是 F4裡面的Stacy 學員不是都要這樣裝嗎 我本名叫周君彥 然後我三圍是 32F 25 36 然後 不要看我這樣外表 其實我私底下 是還滿爆笑的一個人 不過有一件事 我真的要問一下小郎 為什麼你們會被拍到 妳帶其中一個人去按摩 兩個還披頭散把的時候 披頭散把 你們可疼怎麼樣嗎 妳就帶Stacy對不對 是誰啊 就帶Stacy啊 那你們怎麼會披頭散把 你們可疼 可是按摩出來 誰是這樣的頭髮綁好的 我只是把頭放下來 她就說我披頭散把 那那一間真的是按摩院嗎 就是SPA的啊 SPA 那那是一個兩個人一間 兩個一間的 還是一人一間的那一種 一人一間啊 SPA都是一人一間的吧 所以你們沒有進去同一間 沒有啊 那為什麼她只帶妳一個 沒有帶其他三個 因為他們都說不去 對啊 是這樣子 對啊 對 我們那天是想說 早一點回家學 那妳也很好 大家都沒人去 只有妳去 妳不怕被她尬掉了 她是姊姊 對啊 妳常送我回家 怎麼都沒有人拍 對啊 她也常說 她常送我回家 我們代表文教基金會 都不能欺騙觀眾這樣 他們說F 然後就真的是F嗎 我們現在兩個 連Fanny的胸圍 胸圍是這個部分 可是我今天穿無間 戴內衣比較不大 胸圍很美 才30 這胸圍是對的 她的深呼吸 胸圍很棒 如果這個上頭這個 這條不夠湯牛奶 好 38 Fanny的人家說她是超過F 那 比較 是Tiffany的最小還是 最小 是Tiffany的最小 所以其實妳最近是 到了什麼罩杯 我最近是D塊E這樣 D塊E喔 就一次小了 快兩個卡不下來 對啊 因為減肥的關係 減肥 然後加上自己那一陣子 就是前陣子都吃不多 對啊 其實這是正常的 因為減肥的時候 這個就會自然小下來 有人減肥了以後 這個還是一樣的雄偉 我就是耶 他就是耶 那妳是真的還是真的 超厲害耶 真的啊 假的還是在那邊混啊 真的嗎 真的嗎 借戴一下 就這樣稍微 真的很漂亮耶 她的修行很漂亮 正美 然後妳說 我聽說妳摸 就可以摸出真假 好 來 剛剛說誰 誰說她是真的來著 真的 是真的 真的嗎 我跟妳講 尤其那種小男生 剛好去摸小女生的時候 他不敢這樣 他還不敢看這樣 好有男性喔 我說真的 假的要做這麼大也很難耶 我們之前有過整型醫生 就說了 真的不用摸了 這真的不用摸了 而且妳知道 她是真的有彈性耶 彈 彈上來 冰玉姐妳好斯文喔 就用力啊 對 喂 妳怎麼會這樣彈人家 那如果別人這樣彈你呢 我不會 我沒有彈性 來 妳很厲害 好 來 那假的怎麼摸呢 我現在摸這個比較大根 可能就是摸下去不會彈起來吧 稍微打開一點 要不然我們看不見 福利大家一下好不好 很像觸枕 很像在檢查有沒有那個 妳這樣摸怎麼摸得出來 要不然怎麼摸 妳教我摸 因為這個上面的地方其實都是 穩不出來要接近 接近哪裡 看好喔 好 要接近這個地方 對 就看裡面有沒有水袋是吧 不是 因為剛剛我 不是 對 妳說對了 假的那種水袋裡面 妳說對了 那個細膠其實 可以再摸一次嗎 就是來 這個地方完全是軟軟的 那如果是有的話 會硬一點是嗎 會嗎 就是我知道妳的意思 也不能摸人家 妳怎麼這樣一直摸人家 一次就好了 不是 好軟喔 不是 我要告訴妳 妳所謂的衣物 手要拿起來 不是 妳所謂的衣物感就是 在皮膚跟那個東西之間 會有一個卡住這樣子 對 之前有一個女藝人去 就是吃了安眠藥 就是感情不順利 吃掉了 沒有 送到醫院去急救 然後醫生就做那個CPR的時候 一摸下去就知道 就知道 就彈不回來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醫生就沒興趣幫他接 醫生 太沒醫得了 我可以回座位了 那兩位呢 兩位 我沒想到Amy妳也那麼大 爸爸我媽真的好 看妳的臉瘦瘦的 蛤蛤蛤蛤蛤蛤 沒想到還真有份量 那現在就是妳的比較小夏 對 那就盡量補啦 不過玩笑歸玩笑 我想請問黃小郎 你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他們 可以在演藝圈紅起來 其實我會組這個團體 其實是 我之前其實離開圈內 大概兩三年 然後離開的時候 我看了一些圈內的現象 然後其實我滿有感而發的 就包括在這幾年當中 出現像是如花 許淳美柯四海這些人物 那我就覺得說其實這些人 都不是所謂的那種偶像 也不是帥哥美女 然後但是他們卻都很奇怪 就打進演藝圈 而且通告費動輒上萬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許淳美正紅的時候 拿了二十萬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是有感於 演藝圈的亂象之後 有感而發覺說 其實現在在這演藝圈 就是可能現在社會 喜歡看的東西 其實已經有點 跟以前的以前的那種 就是比剛命運節講的 以前的做法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了 聽說那段時間呢 他看女生都只有看 上半部 這樣到這樣知道吧 只有看胸部 到處再目測人家胸部 去夜店啊什麼展場啊 到處去找說 對 那你怎麼會 當時只想說先找這個的 沒想到說 男人其實也喜歡看美腿啊 哪有 男人都看那裡啊 都喜歡吧 好笑的是喜歡看胸部的 都不敢承認 是 那我問這個 真的嗎 你是看上面還看下面 承認 上面還是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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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面耶 菸姐你看吧 真的 對啊 那現在他們開始 再來練唱歌了是不是 對 Stacey早期聽說是科班出身的 還會唱歌仔戲 對不對 那你先唱個歌仔戲 好 歌仔戲 預備 開始 不錯耶 對啊 真的不錯... 我覺得Stacey不需要 什麼特別練 是我們的琴師還要再練 不要 要去電腦的歌仔戲 那個鼓仔輕輕鬆鬆的 只是妳以前是練小聲的 對不對 那... 菸菸姐妳還滿會搭的嗎 一聽就知道了 因為我每次我都我要自己配女人 只是還好 還好她後來沒有當小聲 因為她當小聲會不成 妳看到梁三伯一出門 大胸部 有練過喔 三伯還比英台大一點 你知道嗎 真的叫三伯 不是三伯是三伯 三伯 那Amy聽說是大嗓門 所以妳單天應該用得也不錯 我覺得我們發聲 那個那一段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練發聲 都會這樣 我要站起來 他就是 然後那聲音就很大 那像我們喊就 那個風壞掉了 對不起 我真的有一套 那這位是 這是我們F4的名牌 Tiffany是一個名牌 對 Tiffany有什麼特長 特長嗎 裝可愛吧 腳特長 對啊 腳特長 對 那妳裝可愛怎麼裝 我看一下 這不算專可愛 不然 這很像 有一點像那種 0204 其實我以前有過 沒有啦 有去拍那個照片嗎 沒有啦 被使用 因為我有一次笑那個孔鏘 把我笑死了 他的車窗上面 被貼的那個0204 這樣還轉過來長頭髮這樣 剛才他就很高興 他就打電話就去了 他說 整間找不到一個剛才那個 大家都捧龍妹子 你知道嗎 對啊 我聽他們講的 他超好笑 他說 去到那邊那個店門口 就是那個燈泡一個一個這樣 一個一個 還會突出來這樣 跳燈的那種這樣 這樣 後來他進去說 怎麼會 都沒看過 他說要找剛才這個 這個宣傳單上面這個 那個小姐說 他今天沒在的啦 他說 有誰在那裡 就我啦 那是又老又恐龍妹 後來還有一個 身體不自在的 他也在做 還拿了一個拐杖 然後就講到很好笑的時候 因為一般人都會 你怎麼這麼好笑對不對 他就把拐杖拿來用 你怎麼這麼好笑 用拐杖感吐 你怎麼這麼好笑 那你說會裝可愛 會唱歌嗎 沒有啦 我主要是小時候 在學音樂 鋼琴 歌聲嗎 唱兩句 我聽看看 喔眼淚 眼淚都是我的體會 成長的滋味 喔眼淚 忍住眼淚不讓你看見 喔我在改變 有點酸的感覺 不錯喔 因為它有特色 尤其最後呢 喔眼淚 我習慣了後音 那個聽起來 我想男生會聽起來 比較舒服一點 好聽 那菲妮呢 換你了你就快點了 慘了 那就用這種聲音來唱 不錯 唱什麼歌 其實我本身沒有很會唱歌 我最近才學台語 我在唱台語歌 我唱台語歌 好啊 我先唱《單姿嫩嫩》好了 對啊 《單姿嫩嫩》 《單姿嫩嫩》 我會的台語歌真的不多 我只會那三首啦 等一下 你先不要剁 你剁我怕 我都會那三首 今天有台風格別再地震了 我只會那三首 你突然出一個 我不會 那你就唱國語就好啦 好 好 那就一杯 滴答滴啦 對啦 滴答滴 滴答滴可以 倒數開始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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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好 谢谢 好 謝謝 好 我先插个嘴就是說其實他們四個人 現在在哪裡最紅 你知道在香港最紅 為什麼 我有非常多香港的狗仔朋友 每个人只要提到女F4 就一直流口水 大家也知道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 一般的富家女或什么 根本不是 其实他们的生时都蛮可怜的 有一个狗仔还跟我 一直跟我说 那个Fanny好可怜 小时候好悲惨 每天都在MSN上 一直跟我说Fanny很可怜 都很悲惨 还有谁的故事 是不是中风 孩子瘫痪 是Daisy的 Daisy的已经瘫痪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些心结 所以我一定要讲 记者就是这样 你讲嘛 就讲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也就是这样子爱听这个 这个大家就是公认说 认为Stacy长得最漂亮 有人这样讲 对不对 那也让她压力比较大 对不对 不会啊我也觉得 但是 但是我有一个主播朋友 不是这样讲 他说他不喜欢Stacy 为什么 他觉得这样的女生太多了 没有特色 他觉得他长得太像林家女孩了 他比较喜欢Tiffany 因为他觉得Tiffany 其实很有味道很耐看 有点像舒淇 是里面最性感的 可是Fanny讲过一句话蛮经典 他觉得他 他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大 那走到哪里就受到瞩目 但跟另外三姿在一起之后 他就很生气 觉得怎么都一样大 备份配合 没有你还是第一名 你还是什么 你还是第一名 不过要请问你啊 以前四位都做过触酒小姐吗 四位都做过 当这个触酒小姐的时候 家里都没有反对吗 其实家里面的人并不知道 她不知道 自己偷偷在打工 其实那个是 甚至我是去夜店找朋友 那我朋友那时候是做酒醋 那时候因为未成年 然后我也没有说去接触很多 因为毕竟未成年 你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待酒 那我就是帮忙推销一下 这样子 然后就被人家写成是配酒 对啊 这样 那Stacy呢 我 你也当过触酒小姐吗 一边在学歌宅系 一边卖酒 没有啊 或者你就 你一直用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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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这样子然后讨好店家 可是不会对客人这样子 所以她小姐有两种 一种是很努力的 那种很拼过夜机阿信型的 另外一种是那种美丽的花瓶型的 我都是过去 然后我说先生 请问你今天要喝我们家酒吗 好不要谢谢 然后我就走了 这样子啊 那我两个人 那你这样你的业绩会不会最不好 因为我通常就是因为业绩不好 所以都排到那种很冷门的店 可是我们主管还是很喜欢她 还是很喜欢她 是吗 我们公司最美丽的破霸花瓶 那我请问你 带他们的时候 你觉得最轻松最快乐的是什么 最头痛的是什么 其实基本上他们几个年纪轻嘛 身材又好 所以其实到节目上去的时候 就是不用我特别带去给男主持人 说什么凡哥 贺大哥 麻烦你 请多多照顾 不用这样讲 他们自己就会很照顾了 那最痛苦的是什么事 上次有一次就是有记者找我们拍说 你们每个人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就本来是要拍他们四个 就最后拍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包包准备了所有 他们需要的东西 对 什么都有 卫生棉 卫生棉 好 交代 交代 还有什么定书 什么什么针 胸疊 没什么想象 他们几位这样子 那会不会有那种什么MC来的时候 特别情绪不好 他们真的在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真的会有反应 所以上次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聊说 我下次应该开始记录 他们什么时候那个就是周期 然后让他那段时间情绪不要太紧绷 现在正在练唱歌嘛 那如果是F4出来光这样站着唱歌 我想那个唱片要卖很难 所以唱歌以后会跳舞 会不会跳舞 会啊 来秀个台语 这样子跳舞会比别人更 更喘 胸部那比较透 像 比较透 对 因为会晃来晃去拉到筋 那一次就是那边有个长沙发嘛 然后贺大哥就坐在沙发那边 凡哥就坐在类似他们那种 自己一个人的位置 可是我还发现那个沙发可能太长了 我觉得贺大哥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让他身体一直找下去 好像手还是勾不到吧 因为经纪人会互相吃醋啊什么的 会啊 会 好 经纪人都是他的 什么都很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 他也没追我 他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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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跳完都會喘 胸部大也比較喘吧 負擔比較重 胸部大比較痛 因為會晃來晃去拉到筋 真的喔 因為我們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都不知道 跳到會拉到筋 我們想拉都沒辦法 不過我想請問那個小狼 聽說你未來在徵召F4的二軍 聽說要找處女 為什麼 這個演繹跟處女有什麼關係 沒有啦 那個應該是 那個媒體記者 他的錯誤解讀 對 我所謂處女是說 他的過去的經歷 要像白痴一樣 像處女一樣 對 不是說 不要太熱鬧 因為我怎麼去驗他是不是處女 你不能驗 因為被小狼驗過 就已經不是了 有白痴 如果經紀人有這麼好的好處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要來當經紀人了吧 那你帶著他們 他們會不會也怕被別人吃掉了 其實他們四個有一起上過 凡哥跟賀大哥的節目 在三立那個棚 那一次就是那邊有個長沙發 然後賀大哥就坐在沙發那邊 凡哥就坐在類似他們那種 自己一個人的位置 對 那起初就是大家都是口頭上這樣子 就開些黃腔啊 然後這樣跟他們講笑話 然後賀大哥就是可能正好 Stacy沒地方坐吧 然後賀大哥就叫他 過去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有覺得說 那天可能是不是會有那樣的情形發生 可是我還發現那個沙發可能太長 我覺得賀大哥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哈哈哈哈 這個沙發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我就發現 我發現他的手 他的手這樣搭在沙發上的時候 距離Stacy還有一段距離 然後他即便他身體一直倒下去 好像手還是勾不到吧 所以我在想可能 就是我覺得可能因為四個人啦 真的我覺得男主持人 可能真的不知道從何下手 那請問你們四位 會不會因為你們經紀人真的長得也蠻帥的 那現在你們四位都沒有男朋友對不對 都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 目前都是空檔嘛 空檔 空檔 那你們會不會因為經紀人啊 會互相吃醋啊什麼的 會啊 好 今天都是他的 沒有啦 我們會讓來讓去 我們小楊哥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生活習慣很好 而且非常有規則 又很有規則 又很細心 對 他真的很像爸爸 而且又很愛乾淨 然後反正什麼都很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他也沒追我 我昨天看了你們的資料 真的每個人都有豐功偉業 那他們是用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方法出來賺錢 但基本上其實都是很辛苦 但是也因為他們可能紅得太快 所以以前跟他們交往過的人 一下子不能適宜 Amy自己解釋一下 是啦 我是覺得 好啦 也就是 怎麼講啊 天啊 其實也沒問題 像Amy妳自己都這樣把他包起來 就以前 沒關係啊 怎麼說 小時候 我覺得真的要被人家 接完所有唱吧 這也是我身為長輩 很想告訴大家說 每個人走過來真的都很辛苦 不要像我一樣那麼傻 那麼笨 所以我讓大家知道 這其實是他們小郎 是不准他們曝露的一點 那小郎希望他們露兇 我個人比較不會想要他們露兇 我想他們曝露這一點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一條蛇 青蛇 但事實上在早期 你做了一個不懂的事 這現在一定被擋住了 被青蛇擋住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對 這是自己傷害自己的還是別人 對 自己傷害 就自己白癡吧 而且你知道 真的很白癡 你看 他這樣一條 兩條 三條 你心裡不爽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割他 是割自己的 你好傻 欸 菲莉 所以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個迷糊蟲 也不能割別人 就其實心情不好 不要教壞小孩 不 心情不好 因為我做的節目 就真的我會覺得 比較在意這一點 其實我不是故意刻意讓大家知道 不過我覺得因為 女F4現在已經是 我們社會的一個偶像 在另類的一種偶像 那你們都可以 以往的這樣子的走過來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 心情不順的時候 像你們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仔細去了解的話 大家只看到你們的身材 那尤其說有時候 會碰到一些 主持人啊 給你們出難題啊 聽說還叫你們胸部夾筆 是不是 沒有 我要解釋一下 但是在這個站場呢 其實就是那主持人 原本的活動內容 像我們胸部夾筆啊 毛筆寫字啊 然後做一些就是很 毛筆寫字要怎麼 那是用雙手 雙手要夾住那個胸部 然後再這樣寫字 對 其實我們出道以來很 就是原本是那樣子 可是後來沒有 因為蘭哥有幫我們當調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出道以來 很多人都用那種 異樣的眼光看我們 就覺得 四個靠胸部走紅的女孩子 有什麼好叫 能做羞 那紅的那麼難看 有什麼好叫 那其實通常我們聽到這些都會難過 那其實我們也覺得 我們要做得更好 讓大家努力看得到我們自己的 對啊 那有時候一些難聽的話 我就聽聽就算了 網路看到了 網路覺得說 哎呀這些人啊 胸大無腦啊什麼什麼 還有欠人什麼什麼啦 就很多的這種 我每天都在入路的 所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你們現在像你是比較大條件 你會在意嗎 我每天都在看啊 那看了就 在意嗎 就真的一直罵 我就都承認啊 胸大無腦我認啊 什麼長得醜我認啊 胖我認 我全部都認了 應該就沒什麼好罵的 你們還想怎麼樣子嗎 對我全部都認 我沒有否認 我就你們 你認了 那其他人怎麼辦 其實我是覺得 其實如果說是 身旁的朋友這樣講的話 我會更難過 因為前幾天剛好就是有發生過 就是朋友真的很不諒解我 那其實當時我就 聽到我真的是整個很想哭 所以這幾天情緒還滿低的 可是我覺得 有四個人一起努力 總比一個人努力好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自己要露 只是衣服 因為可能稍微穿起來 就是這麼大 那郎哥其實很替我們把關 我們公司都很替我們把關 然後就被人家一直說露露露 你們要露到什麼時候 但其實不是 這樣其實還好 對啊 其實我們身材好 就應該露 等一下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身材好要穿好看的衣服 要把你的身材形露出來 可是一般的優點了 這是優點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忘記匪薄 我也很想穿你們這樣 但我一穿的時候 我真的很有腰啊 我的腰整個都露出來了 而且其實你看路上 平常在走在路上的正妹 哪一個不是穿得很漂亮 就是穿得跟我們其實也差不多 只是我們只是四個人 然後比較搭 Stacy 你有話說嗎 我有時候 我也是常常會去上網看 然後看到有一些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可能比較脆弱吧 很容易受到他們講一些什麼 然後就 我自己就會難過 可是我一下線就好了 就是離開電腦 好了 就是放給他寫 對啊 就是你當時在看的時候 會覺得幹嘛這樣講我 就覺得很委屈 有正負兩方 像我們去BBS看完以後 再去家族看就眼淚就乾了 因為家族的人會鼓勵我們 那除此之外 會不會有上節目 被男主持人吃豆腐啊 可是這我到發現 他都還蠻尊重我們的 對啊 其實真的 我覺得可能不知道 目標真的要下誰吧 對啊 就是已經有八顆 不知道找哪一顆先下誰 我現在是覺得怎樣 因為何談嘛 再搞個女F4第二團 Part2 你們會不會擔心說 Part2出來的時候 Part1變老了 不會耶 我還蠻開心的耶 會 而且其實他有一個 笑話還蠻好笑的 什麼笑話 講 講 就有一次我跟Stacy 在一個聚會上 然後就有一個妹妹 然後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其實你們現在都不跟父母 住在那一塊 沒有 父母就是他沒有結婚 他就跟親媽媽住 爸爸對你還不錯 沒有跟老婆睡了 回來跟你住 只有那一天 然後你爸爸一直跆拳道還是什麼 我爸有講喔 要跟我結婚先跟他摔20場 摔20場 好 就有一次我跟Stacy在一個聚會上 然後就有一個妹妹然後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最近F4要組二軍喔 那你有沒有興趣 他在跟我講 對 他在跟他講 然後說你有沒有興趣 我跟裡面的Stacy很熟 Tiffany很熟 然後Stacy就說 Tiffany 是我嗎 然後他就說 不是不是 我跟他很熟 我昨天才跟他吃飯而已耶 他問我要不要加入二軍 對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開中民意先講的 就是說 其實未來要努力的重點 就不僅讓人家看到這裡 要讓人家努力的看到這裡 不是我那天也有穿很露啊 你是想說 你要想什麼 就是要讓所有的觀眾 去努力的記住你們的臉 其實有時候看報紙寫得不準 說誰跟誰不好 誰跟誰怎麼樣 那我們就由Stacy來講他們好了 Amy的話 我覺得他私底下是還滿嚴肅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聊笑話什麼啊 然後他都會突然插一句 然後大家整個就 現場就忍掉了 他上節目如果是 不是 上節目如果是那種 要打架的 他可能會就是 都是贏啊 他贏這樣子 很勉強就對了 但私底下會不會 私底下是比較不會 不會欺負你們 不會 那就好 不然待會播出的時候 你如果說也是這麼慘 那另外一位呢 就覺得他有時候這樣 什麼都沒煩惱 這樣就會比較不認真 對 不努力 對 那那個Fanny 她就是健忘 就是走到哪都會留下她的東西 什麼褲子啦 衣服啦 就她走到哪都會留下來 所以你覺得她算不算 那種兇大無腦的那一型 有一點吧 OK 這請問哪一位是周遊的侄女啊 所以你有在拍戲是嗎 對 那其他幾位會不會覺得很羨慕 在拍戲我們還沒有拍 我覺得她拍的戲蠻慘的 為什麼 被破流痠 然後她死很慘 我覺得蠻慘的 沒有死好不好 那如果Fanny 你未來你拍戲的話 你想拍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拍喜劇片喔 那就當什麼 當小大姐嗎 你就站在那裡就很好笑了 對 都不用演喔 好 那開始壞話要開始了 好 請戴耳機 欸欸欸 你要戴起來 你要戴起來啊 你要幹嘛 他要跟他跳 他要跟他跳 你又這樣對待我 好預備開始 其實那些缺點不多耶 因為每天早上又帶水果給我們吃 人還蠻好的 那Fanny呢 健忘 他可以十次帶東西出去 有十次都沒有帶東西回來 哇 那還好身上的器官都是帶著的 否則 可是其實他很容易 他連化妝包都可以整個忘在現場 好 對 那真的是嚴重了一點 真的很健忘 因為大家講的都一樣 可見他真的很健忘 他是超健忘 哇 那真的是無腦 那現在我們那個 Tiffany來講講大家的缺點 好 嘿嘿嘿 嘿嘿嘿 缺點嗎 嘿嘿嘿 帶好 缺點怎麼樣 就其實Stacy Stacy其實有時候心是太過於細膩 就是很容易就是別人 可能無意間講一句話會想到他 他會一直一整天都在想那個想那個 那其實我們旁邊 旁人去就是說 言者無心 對 聽者有意 然後其實這算是他有時候 就是會傷害到自己 太細膩的地方 那他呢 他很沒狀疑 就有一次他就我們旁邊平安都開玩笑說 我們都會說你真的長得好像Man 然後結果他都會很生前生氣一個回 但有一次我就說 你剛好那麼嚴肅呢 你就直接說 對啊 其實我很像Man 那你給我跪下 以後都不要這樣講 結果他下次馬上在下一秒在計程車上 然後結果計程車司機跟他講說 你長得好像Man喔 他結果馬上回我那一句 對啊 你給我跪下 然後結果我們所有人都說 你真的很沒有創意 你不怕那個建設司機說 你給我躺下 有時候他們會比我們兇的 對啊 所以他其實很嚴肅 再來 菲妮呢 菲妮的話呢 就真的是很迷糊的一個人 對啊 因為他常望東望西的 他是翻走過 必留下痕跡 所以我這樣覺得 他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缺點 因為他唯一缺點 唯一缺點就是迷糊了 沒有其他特別大的缺點 是還好 這樣喔 換他來講你們大家 好 沒有 先講好話 可以拿下來 其實我現在 別人的壞話我先不講 我先告訴菲妮 大家都講你是比較迷糊 但迷糊我覺得 迷糊不是什麼特別不好的事 而且每一個人都講的一樣 都同樣沒有人講你別的不好 表示說這也沒有什麼壞處 因為你就是像迷糊一樣 其他都通是好事 所以你要謝謝他們大家 也許可以嗎 你懷疑嗎 如果大家都投票了 你還能否定嗎 你可以去每一家電視台 看找你的東西 那你有權利 你可以有權利可以講別人 好 先講Tiffany好了 因為我覺得Tiffany啊 看起來好像跟我們一樣大 她年紀是最小的 可是我覺得她是成熟的超零 她明明就比我小 可是我覺得她就是比我成熟 好像想的也比我多什麼 我覺得她真的很可貴 像我差點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這麼懂事 我覺得很難 那你幾歲呢 我二十二 可是我覺得我很幼稚 那長得比較大 比較不懂事也很難 可是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她就是很成熟 獨立 而且她敢一個人住 一個人離開家在台北 對 我真的覺得 那你跟誰住 我跟我爺爺奶奶啊 可是他們現在過世 其實我變成一個人 你也是一個人住 可是我一個人在家裡 所以你還講別人 她一個人住 你難道爺爺奶奶 還在旁邊一直跟著你嗎 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我從家裡客廳 城頭燈開到尾 電視開什麼都開 晚上睡覺也這樣 對 全部開 因為我一個人睡覺我會怕 然後像昨天颱風天 我叫我爸回家 爸會打雷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都不跟父母 住在那一塊 沒有 父母就是他沒有結婚 他就跟新媽媽住 像昨天颱風天 我爸特別回家 因為我會怕 對啊 所以爸爸對你還不錯 沒有跟老婆睡 回來跟你住 只有那一天 不錯啦 就是颱風天 好啦 那你談談Amy Amy Amy其實我也覺得 她人生是滿好的 她也很成熟 她們比起來大家都很成熟 而且我覺得她膽子很大 很勇敢 像你剛剛說我們胸部大 活動不方便 或什麼體育細胞不好 派Amy出去就可以打破這條定律 我們家Amy超壯 而且體力很好 因為我是男的 對 其實是變文性了 其實她有她爸爸的特質 因為她爸爸以前在抓小偷 抓強盜的時候多可怕 好厲害 對啊 像我之前 我弟在家裡養了一隻貓 然後我很怕 我每天回家都很怕 然後我就在那邊哭說 我不敢回家 很難過 結果Amy就說 哪天你弟不在家 貓到外面亂跑的話 我就去你家把你那個貓 抓起來丟 然後我就覺得 他好勇敢 我把他抓進籠子裡 不是把他丟 把他抓進籠子裡 我們要錄財人 我想未來要追Amy的人 要有很大的勇氣 因為你本人也有個性 然後你爸爸是跆拳道 還是什麼 我爸有講 要跟我結婚 先跟他摔20場 摔20場 要先摔贏我爸 我覺得你找女人會比較快 這樣我不知道變動性 好 那Stacy呢 Stacy Stacy的優點 我覺得 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找不到優點 是嗎 我覺得他講話很好笑 你不會迷糊到人家的優點 我忘了吧 妳覺得Stacy Stacy是男生 妳是Stacy Stacy講話超好笑的 我覺得跟他聊天是最好笑的 不太需要用到腦袋 就會覺得好好笑 開心 然後還有 妳平常不太需要用腦袋 不是嗎 沒有 他們講話就比較嚴肅一點 是 是 一個節目 怎麼可以叫人家胸部 夾筆呢 本節目絕不叫人家夾筆 我叫他夾別的東西 憲憲姐 拿攝影機好了 不是 夾 做到一台 他們準備了一台攝影機很重 我會叫他夾 真的假的 我說小東西 小東西總可以吧 有什麼小東西 妳準備了什麼東西在這裡 因為乳暈有時候會有什麼顏色不同 對 像妳皮膚黑 可能就色素會比較黑一點 對 我很容易吃黑一點 那比較白的 妳不要以為它就一定是粉紅色 比較白的很黑的也有 我是粉紅色的啊 喜歡找我會擦乳液 是 擦乳液保養 乳液妳的擦法 可是妳不能這樣啪啪啪 不能拿這樣手晃晃晃 不能用力地拍它 妳也差不多了 阿翁 夾兩隻豬哥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用豬哥呢 因為我把我自己夾在胸口 我數豬 我跟你講 其實這些人本心的都豬哥 他會去設計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冰冰姐姐給你看 妳有開心嗎 直接就這樣子 怎麼配音啊 好幸福的豬 怎麼配音 這是豬啊 老師 老師怎麼 那像這個比較大的 我就找一個胸部 像Amy的胸部 Amy Amy的胸部其實真的滿大的 你看 它真的滿大的 光這樣擺 我轉去背面好了 還可以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真的把它夾住 妳要跟我們先講好 Amy穿比基尼 對啊 比基尼比較好夾是嗎 比基尼比較不好夾 比較不好夾 你看四隻腳不能出 它真的夾住了 真的夾住了 對啊 好厲害 真的是 做節目的人豬頭 拿這個給人家 我真的很抱歉 像你們生氣的時候 像以前我們都開玩笑說 生氣的時候 尤其跟那種胸部大的 你坐在它旁邊 都很危險這樣 一甩 你就會撈皮 以前大家都這樣 你們真的有沒有過 這樣的經驗說 這樣去甩到人家的 沒有這麼長吧 沒有 要怎麼保養 這個滿重要的 上次坐瑜伽的時候 發現其實就是 如果說我們這樣上癢的時候 其實親得到這個地方 親得到自己的這個地方 對 可是那其實不是 是因為它吹 而是因為它是整個上來 太大壓到 因為以前 菲玉清講過個笑話 因為她看陳筋沛 陳筋沛也是很大 她說陳筋沛如果去海灘的話 都不用帶枕頭 她可以直接 可以拿來用 可是那是垂到很長吧 平常要怎麼去保養 像菲妮有沒有特別保養 我擦美胸霜 那怎麼擦法 就從下面這樣擦 就這樣子推上來 這樣子推上來 然後從這邊擦進來 什麼 這一邊擦進來 好 這樣會小姐教我的 美胸霜 那那個Tiffany呢 我是主要預防下垂 就是兩手這樣抓 然後使勁的往外面 往外面 對 往外面拉 那會拉到一隻塊 就互相拉扯這兩隻手 拉到一塊肌肉 比較不會下垂 這樣子 那會不會把婦乳跑出來了 這會有婦乳 這其實還好 如果婦乳的話 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如果不夠大的要做什麼動作 你最近一定接受很多的 這個東西 你不管大小都可以做 說得不夠大的就騷擦 不是 等一下 這個不夠大的 這個不夠大的 不夠大的 其實我們很多人是不夠大的 我們需要學 不夠大的 你看著我 來不及了 好嗎 也是用這個方法有用 對 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會鍛鍊你這兩塊肌肉 婦乳這個肌肉 像我們年紀大的是要注意 這個婦乳真的會跑出來 尤其像我其實很豐滿 我不只前面有乳溝 我後面也有乳溝 因為太肥了 後面也不小心就擠出一條乳溝來 其實那個東西 你就是平常穿內衣的時候要做 就要去剝它了 要把它剝高的氣氛 靠剝才是不夠 應該是真的要保養 那Amy現在狀況很OK嗎 我都是穿比較有鋼圈的內衣 在下面有鋼圈 對 一定要有鋼圈 特別是不管是 但是需要有袋子吧 才能夠拉住它 然後就是盡量不要去穿無肩帶的 因為其實一定要有鋼圈 跟肩帶把它整個襯挺 我甚至有時候連睡覺都穿 睡覺穿得很不智 可是沒辦法 你要防止它垂 對啊 否則你一睡覺 側睡的時候 你都照一旁又滾 對 然後下次出來 就發現它撇這邊 這樣上節目 很醜 對喔 而且你說光是鋼圈 如果你沒有肩帶的話 你就會常常 未來比較好兩顆鋼圈 鋼圈給它鋼圈 不然頭上都會弄弄弄 對 還會那種 做一些大活動還併腰包 鋼圈下來 會喔 對啊 Stacy呢 怎麼保養 我平常就是 也是都會做一些 就是比較 就是讓修復集中的運動 就是合掌 然後往內推 其實跟剛剛提普尼 那個原理是差不多 也是鍛鍊這兩塊 然後就會比較集中 比較不會外擴 然後我洗完澡 我會擦乳液 是 擦乳液包養 乳液 可是你不能這樣 啪啪啪啪 對 我一般人就是這樣子 啪啪啪 不行啊 這樣會越垂啊 這樣會越垂 要不然要怎麼打 你要這樣 這首起來 然後這首再去接 再起來 再接 不能這樣 不能離開喔 不能用力地拍它就對了 這樣它會越垂 還有兩隻手 一定是要連著這樣上來 一定要連著上來 絕對不可以離開 連著上來 對 要連著上來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學習啦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優點 他們會的我們不會啊 像早期那個 我又講廢育青了 不是 她開玩笑 她喜歡開陳金沛玩笑 她說她看過陳金沛在擦乳液 她說就是這樣 她這邊擦完擦這邊 然後最後還再磨一個 那最前面 最前面的乳頭也要擦 而且她比較胖 手就比較短了 擦不太大 你們會不會 真的連乳頭也要擦嗎 其實 對 因為乳暈有時候會有什麼顏色不同 對 像你皮膚黑 可能就是色素會比較黑一點 對 我很容易吃黑色素 那比較白的 你不要以為它就一定是粉紅色 不要白得很黑的也有 我是粉紅色的啊 那我待會兒看看 我待會兒我要看看 我真的是都很漂亮 我們祝福你們四位 未來真的有無限寬廣的空間 那各位現在的朋友 真的 在看到他們美麗的外相之餘 真的也要想一想 他們真的是很努力的 不管是前面他們有多麼的辛苦 還有一些比較不懂事的一些做法 自己也要自己努力 那別人再更多的接受我們 那網上都把我們假黑漏一些 不要再把我們嚇壯 嚇壞 他們真的很努力 他今天快要昏倒了 為什麼 他看到有三隻星星 因為他以為形象破滅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滿接受 這樣 滿可愛的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這個小狼 如果小狼哥 小狼哥 小狼哥 如果還有下一團F4的 狗仔狗仔的也都歡迎他們來 歡迎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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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 好 加油 阿蕙琦可以拚吧 晚安 晚安